这群蒙神呼召的美国华裔基督徒 主成的信仰纯正基督教会 宗旨是以真诚分享祖耶稣的爱 以仁爱服务社区 以宗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是人身港湾 是清新家园 欢迎 有粤语 国语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您和您的亲友光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魏开勇 圣马雕社区进行会国语堂的牧者 很高兴又在节目当中与你见面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朱珍妮 是圣马雕社区进行会的主任牧师 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是卢庆舟牧师 她是三藩市华人信议会的牧师 观众朋友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牙科医生 是派亮姊妹 大家好 见证真爱活出精彩 这里是电视访谈节目 活出精彩的录制现场 我们这档节目您是主角 因为我们盼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带给你更加精彩的人生 精彩的人生一定是高品质的人生 高品质的人生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性情 那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的话题 就是如何在一个急躁的情绪当中 活出温柔的精彩 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 充满着急躁 烦躁和不安 在这个不安当中 我们如何来寻求这种 我们个人品格里面的安静 安详 温柔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希望能带给朋友们的 首先我们要请卢牧师 你是教会的牧师 牧养你的慧众 那我发现基督徒是不是比别的人 好像有一些更多的温柔的性情 我也很希望说所有基督徒 在所有世界都很温柔 当然温柔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生活上面的操练 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 好像主耶稣也说 祂说我们要学习祂的游和谦卑 才可以温柔 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劳苦愁烦 如果没有好好地面对 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 劳苦 跟每天的操练学习 我们就很难有温柔了 卢牧师刚刚讲到 就是温柔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不是天生就会温柔的 就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温柔 今天晚上我们的一位嘉宾 Pat 他是牙科医生 所以他也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太太 也是一个母亲 但是他不会讲普通话 所以他会用粤语 跟大家观众分享 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感受 读完书出来做牙医的时候 就发现对着病人的时候 一定要专业忍耐 就算是受到几大的压力 又或者是有些时候 甚至是很不开心也好 怎样也好 对着病人一定要温柔 一定要忍耐 一定要耐性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温柔 因为到下班之后 赶着去接小兵仔 或者回到家的时候 心里面那种烦躁就完全表达出来了 虽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知道自己需要学习耶稣的温柔 但是没办法做得到 一急的时候就猛疹了 脾气就出来了 是的 刚才两位我们谈到的就是 我们盼望有一个温柔的性格 还有温柔的品行 但是我们大多数说做不到 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上 非基督徒的领域可能更加严重一些 就他们在一个急躁当中 情绪的暴露当中 在一个不安静不稳定当中 那我们今天现在要来讨论 到底这种急躁的情绪 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这个暴力的行为 是适合10亏来的 如果我们家里面很暴躁 所以很伤害的言语 不但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 也会影响我们的儿女 我们下一代 而且人都是互动的 你的暴躁的行为 会引起跟暴躁的回应 而且一步一步地提高的时候 就不可收拾了 我自己也是有同样的发现 有些时候猛疹的时候 大声骂个女儿 个女儿又更加大声骂我 除了大家的关系不好之外 沟通不了 也都觉得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身体也都不好 也都有一种很大的自责感 骂完她之后 平静了下来 就觉得很后悔了 为什么说了些东西 会伤害了人家呢 对 有时候我想暴躁 不单单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梳理 那个沟通 本来要沟通的沟通不到 因为对方已经不听理了 然后我想自己 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很大 因为一个暴躁的人 我们如果生气的时候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影响 我听说就是研究报告 就是说一个生气 常常生气 发怒的人 其实是血压会高 而且会影响心脏病 或者是精神系统 免疫系统等等 都会受到影响的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刚才几位谈到了这种 暴躁的情绪 给人带来的影响和窩固 暴躁给人带来生活品质的地下 个人品格的地下 带来家庭的影响 过程人际关系的影响 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 我们是不愿意在这个 暴躁的情形当中生活 那么我们都追求温柔 那到底什么是温柔呢 我想圣经当中 有两句话语讲得非常的好 在《真言书》22章第9节 他说眼目慈善就必蒙福 这里很清楚地说 就是眼目的慈善 这里所说的是人的肢体语言 情绪 表情 表达 传递个人的价值 那在11节呢 他说喜爱清心的人 因他嘴上的恩言 王必与他为友 这里说的是嘴上的恩言 我们说出的话语是造就人的 帮助人的 建造人的 给人带来爱的 我想这就是温柔 耶稣也为温柔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他说要有何跟谦卑 谦卑是讲到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 要接受别人的长处跟短处 而且说话又有何 有时候我们说话太快了 太直了 就算我们对的话 也可以慢慢地说 很轻地说 所以就可以带出更多的温柔了 我也觉得温柔是要从心里面而发出来的 不是单是行为 因为行为的时候 有时有一些事情一发生就会爆发了 但如果在心里面 是常常都是有这个柔和谦卑 就是无论面对的事情是怎样 或者人家对你的态度是怎样的时候 你仍然是表现得到温柔的 有一些人讲到温柔的定义是什么呢 温柔就好像一个安抚的良药 可以叫人苏喜 也像一个温和的威风 吹来的时候叫人很舒畅 所以我想我们的态度 如果无论是言语 或者是对人的时候的 待人处事的那个态度的时候 如果是可以游和的 谦卑的 那是温柔 也有人讲到那个温柔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一批受过锻炼的一个良居 就是他有这个自己的控制的能力 所以温柔就是强而不抱 有力的 但是同样也是游和的 那我想在圣经里面 有好些人物是表达到这个温柔的一个特质 我想问问卢牧师 以你的看法 你觉得圣经里面有谁是有这个温柔的特质呢 圣经里面有很多温柔的这个人物 当我想到第一个是亚伯拉罕 他带了他的吉儿罗德 离开他的本家 去个新的地方 而且他们在道路的当中 他们发现他们有矛盾有冲突 他们的流氧都长得很多 他们都需要更大的地方 所以他们要分家了 但分家的时候 亚伯拉罕作为长辈 他反而让他的吉儿罗德先选 一个他觉得好的地方 他要了以后 上帝还恩待他 给他更好更多的地 所以千样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还有我看见摩西 他带了一百多万两百万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 每天他们要处理的问题 接莫得多 每天他们要管理的事情 接莫得多 而且这一批的百姓 他们都很多的争论 很多的矛盾 所以他也学习要找帮忙的人 他要分担他的繁重的工作 所以他也甚至称他为最温柔的人 因为他在四十年代当中 他受了多少的气 受了多少的苦 但他还是用温柔 用忍耐 用恩慈来对待所有的人 但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了 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人间 他受我们的顶撞 受我们的欺压 但他还是用温柔的 接纳的恩慈的态度 来对每一个他所接触的人 温柔的品格是我们所追求的 罗牧师也谈到了圣经里的人物 但是我们怎么能操练能活出一个温柔 如何去操练和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觉得在人生的经历里面 当你如果能够调节生活里面 你的生命里面 哪些是重要的东西 哪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你搞清楚这些的时候 你看清楚哪些要做 哪些不需要做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是活出温柔 因为你的性格不会那么急躁 我觉得我们也要调教我们的眼光 我们常常看见别人的问题 别人犯的错 而看不见自己的错 那时候我们在跟人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一想 有冲突的时候 总是彼此都有错的地方 有着对方的错而不放 就算你都心里对的时候 讲话也不需要太大声 我们有一句话很有用 他说用轻的语言来说中的话 你的话越重 语言就越轻 越温柔的情绪才好 刚才卢牧师提到很多的圣经人物 其中一个圣经人物就是约翰 他年少的时候 其实脾气很暴躁的 他也被称为雷子 就是打雷的雷 有一次他们进到一个川庄里面的时候 那些人不接待耶稣 他就说耶稣我们叫天使来 把这个川庄都烧掉 那耶稣对他们说 他说你不知道你讲什么 我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 乃是要救人的生命 他们就到另外一个川庄去 那约翰这么暴躁的一个人 但是他怎么样的去一直学习 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写了这个约翰一二三书 就是一个爱的书信 怎么样他有这个改变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愿意把自我中心放下 他愿意虚极 就是当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他就问神他应该怎么做 当圣灵给他一个答案的时候 他就顺服神的旨意 而放下自己的那个旨意 来一步一步慢慢的学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去温柔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与神有一个沟通 然后我们就根据圣经的话语 去把自我放下 一直一直地去磨练我们自己 那我想Pat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也学习 那你怎么样有一个对学习温柔 有一个突破呢 在四年之前 我一个我妈妈是很健康的老人家 但是忽然间就得到癌症 那还是半年之间 就是被天父接了去天家里面 那这个是很突如其来 那还有就是神帮助我去看到 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 我们所追求的 无论是名利啊 金钱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很短暂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扎根在永恒里面 不是用爱去对待神给我们身边的人 给我们有好的关系 无论是家人朋友 甚至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们是不调教好 看清楚那些才是重要的事情 而我们往往是为了很少的事情 就是去发脾气 去损害这些的人 这些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活得开心 也是浪费我们在地上的时间 所以藉着这一件事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我和妈妈的关系很亲密 但是也藉着这件事 帮我和神的关系拉得更近 因为我看到人的短暂 建立在永恒就只有靠神 变成我每一天更加的讨告 更多的读经 也都知道自己是做不得到 那就更加的是求神 去帮助我更加像耶稣 是从心里面靠着圣灵的力量 改变我过来 以至能够活出温柔 对我身边的人有益处 对自己有益处 也都希望能够荣耀到神的 刚才罗牧师谈到了圣经人物 亚伯拉罕 他是对他的指尔 罗得是一个包容宽容接纳 你也谈到了你的生活见证 因此我们发现 温柔不是单从个人外表外露的一种性情 而是从泪里生命的改变 只有这种生命的改变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活出温柔 那温柔是用爱的眼光来看世界 而且是要越过环境 超越环境的 圣经当中同样有一个人物叫约瑟 他在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家里 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是一个非常漂亮美丽的 但是就希望跟约瑟发生非正常的淫乱关系 当他得不到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 他反而来诬告他 在诬告他的时候 约瑟是一句话没有讲 他以沉默 他以面对这个环境去应对 后来我们的结果都知道了 约瑟是更加萌生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些话题 那我们要请朱牧师 把今天晚上的话题的信息 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谈了很多 那温柔是什么呢 温柔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自己可以约束自己的力量 而且也是一种表达 怎么样去尊重其他人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言语怎么样温柔 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温柔 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学习到这个温柔呢 这个温柔其实我们是可以在 从主耶稣里面来学习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我们刚才讲到就是 他自己就是游和谦卑的 圣经里面最温柔的人 也最有能力的人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呢 耶稣基督他看见那些小孩子 或者是看见一些生病的人 或者是一些那些人 没有牧人 好像迷失的羊一样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怜悯他们 为他们祷告爱他们 但是当面对一些法利塞人 或者是宗教领受 他们那个假冒为善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罪恶的时候 耶稣也是可以站起来 非常有力的去面对他们 去告诉他们的那个错误 所以呢 我想温柔就是我们怎么样 懂得有那一种神的原则 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有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反应 什么是应该有 什么是应该强 所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从神里面得着智慧 我们可以祷告 从神里面得着那一种忍耐的心 我们就可以懂得怎么样处理 而且温柔也是 当我们遇见 无论什么环境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随遇而安 心里面可以有那种能力去面对 如果有人诬告我们 或者是有人是讲了一些不好的话 来压逼我们 使我们生气等等 我们都可以里面 不用立刻做出一个反应 而是我们祷告 我们知道 虽然现在那个环境是这样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 神在这里 要我学一个什么的功课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适的回应 但是我想在圣经里面 特别有一段经文 讲到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五节里面讲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个承受地土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与神一同的来 好像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一同的掌权 一同的作王 在地上面的时候呢 那个得到这个地土的意识 也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 有时候我想现在的社会 都觉得如果我们就够强 怎么样用暴力的 或者是来压逼人家的时候 我们大胜一点 我们够力一点 我们就可以得胜 其实最大的能力 最强的力量是爱 主耶稣就是用这一种爱 来感动人的 我想到我小时候 有一个经历 我小时候有一次 那个时候大概是多岁 我跟我妈妈吵架 那不知道为了什么 但是我生她的气 那我就不跟她讲话 她也不跟我讲话 那她没有给零用钱我 我也觉得不给零用钱 我也不会向你道歉的 那我就不跟她讲话 一直到有一天晚上 好几天了 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爸爸那时候我住在香港 那住在四楼 他就叫我帮他去买一瓶啤酒 那个是晚饭的时候 那我下去买了回来 但是到三楼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就摔跤 然后瓶就打破了 那个玻璃把我的手就割伤 我突然之间发觉 我自己穿着一个白色的校服的时候 满是血 那我就那个时候顾不得什么 就跑回家 跑回家一进到家门口 一定到家 我已经差不多要晕倒 我爸爸看见我满身都是血的时候 他立刻晕倒 跑进房间 躺在床上 那我妈妈那个时候 其实她可以跑来看着我 说你活该 你不听话 我现在不帮你 她可以这样 但是她当时的态度不是这样 她当时的态度是她跑回来 过来 然后用她温柔的手 摸摸我的头 然后说 女儿 为什么你这样几天 这么多天不踩妈妈 生妈妈的气 你不知道妈妈有多疼你 有多爱你 当她这样讲的时候 我当时候心里面很难过 我就流泪 我向她道歉 然后她帮我 怎么样处理我的手 那一次的经验 叫我知道 就是人生最大的力量是爱 当我们可以懂得 怎么样去爱人 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家人 去原谅别人 去替别人着想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活出基督的爱 神的爱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真正的 懂得怎么样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有一个温柔的人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得胜的人生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最重要的能力 最大的能力就是爱 当我们懂得怎么样 以爱 以欢束 以谅解 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活出自一份的温柔 朱牧师刚才带出了圣经里面的信息 和是上帝对人的祝福 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可以承受地图 我觉得这是我们带给观众朋友们的盼望 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收视当中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 来回应耶稣对你的爱 希望这就是最好的时候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他的生命从里面改变 我们活出温柔都变成一种性情 都不再是一种装伪装虚伪的 那最后呢 我要邀请我们今天晚上几位的嘉宾 美人对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来谈谈你自己对他的愿望和劝勉 我美丽观众朋友们多操练温柔的言语 因为如果你看中你与别人的关系的时候 言语很重要 要是一个合适的言语 能够调合很多的纷争 我劝勉大家在平常多跟你的家里 你的愿跟朋友们多沟通多谈话 但吵架的时候呢就少说话 也都希望观众朋友 真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以至我们在生命里面 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爱 是流露到我们的家人身边 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温柔 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学会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话 慢慢地动怒 如果我们学会这一点的话 我想我们就会活出这个温柔 我想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愿意神来帮助我们 我现在邀请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块地祷告 我希望为大家祝福也会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慈悲的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求你亲自地教导我们怎么样地去爱 用主耶稣你爱我们的态度来爱我们身边的人 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温柔 因为当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庭会更幸福 我们的国家社会都会更加的美好 求你自己的灵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各位观众朋友 我会继续为大家祷告 但是如果你在生命里面 你希望可以多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 或者是多了解圣经里面的话语 我们欢迎你可以到基督教会去 当然你们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网站去查阅 或者是打电话来查询 也欢迎你到你家附近的那个教会去 我相信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牧长都会欢迎你 卢牧师的教会坐在三藩寺的宝博尔街 欢迎大家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查询 见证真爱活出精彩 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如何在一个烦躁的情绪当中 活出温柔的精彩 耶稣是温柔的榜样 耶稣教导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 盼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就是这一位有福的人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 我们将会与你讨论 如何在一个压力的环境当中 活出喜乐的精彩 我们欢迎你到时来到我们的电视机前 与我们再次来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马丁社区浸信会》 是由一群蒙神呼召的美国华裔基督徒 组成的信仰纯正基督教会 宗旨是以真诚分享主耶稣的爱 以人爱服务社区 以忠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是人生港湾 是倾心家园 欢迎 有粤语、国语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你和你的亲友光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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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